AM分析這一段,想跟大家再講一下武漢肺炎的一些數字上的分析 可能未必能夠完全令大家充分了解整件事 我希望在這裡能夠指出一些觀點 作為傳媒人、作為新聞的人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雖然我們不是醫學專家 但我們綜合了很多不同的資料之後 其實都可能能夠分析到一些觀察點 可以給大家作為參考 其實看回這次武漢肺炎 這是新型肺炎,即是內地稱為 有一個意見,其實近期我都覺得幾多人說 就是新型肺炎,武漢肺炎本身的死亡率不高 其實截至到國家衛健委的一些官方數字 在內地去到2月1日,累計的中數確診的是14380 死亡是304宗 在重災區,武漢確診的是4100宗 佔差不多三分之一 224人死亡 其實看這堆數字 我們當然都會明白到 可能這個比起我們之前203SARS的疫情 那個死亡數字 是來講的百分比可能是低了些 即是沒有那麼高 但是有一件事我覺得在內地都相當需要大家去關心 就是說雖然它的死亡率可能未必那麼高 但是它的感染能力會不會比SARS更加高呢 另外一方面,我再推進再想多一層的話 其實更加令人擔心的是 就是說無論是重症也好,輕症也好 這種患者如果感染率高的話 他們未來入院的數字 都是會比SARS高的 而且他們會不會需要治療、醫治的時間 亦都比SARS為長呢 為何我有這方面的擔心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今次的疫情 雖然你說死亡率不高 但是如果它的感染覆蓋力是強的話 很容易造成內地的醫療系統 就會出現一個不勝負荷的現象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這就不是說死亡率高低的問題那麼簡單 而是說究竟我們有沒有足夠的醫療資源 去承受這麼大的疫情的壓力 因為看回其實無論是以前曾經北京見過的小湯山醫院 或者今次在武漢火速地建成的火神山醫院都好 其實都從它的背後的理念 你都會見到可能內地政府都看到這一點 就是說那個感染力強的話 涉及受影響的病人的數字可能是相當之高的 但是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就算我們的硬件是起得出來都好 究竟有沒有這麼多的醫療人員 醫護人員去承受這麼大的壓力呢 另外一方面來說 其實就是說在之前武漢 本身他們的官方公佈數字就是 這個城市約是一千萬人 四五百萬的流動人口 對不起是三四百萬的流動人口 然後在封城之前約有五百萬人 就流了出去外地的地方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可能也是引證了為什麼這個武漢肺炎 在很短時間裏面 無論從飛機的途徑 或者一些陸路的途徑 能夠這麼快去到全國的各地 甚至乎去了很多世界的其他地方 另外一方面來說 就是我看回本地的數字 其實現在懷疑的個案是七百六十六例 就是這個沉默的數字來的 住院是二百零三 住院檢查確診十四個 剛剛我進入錄影之前 就有一個的數字就是 有一個是危殆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也相當擔心 因為香港的醫院究竟有沒有 這麼多的適合用的醫療資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再加上現在是一個所謂的流感高峰期 是很難不令人擔心究竟醫療資源 或者醫療的負荷是否真的能夠頂得到下去 其實我們看得到這幾天的所謂一些搶口罩 然後去到搶一些日常用品 食物都已經令到香港市民相當之恐慌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我們可以預期 就算那個人不是真的感染了武漢肺炎也好 只要他有發燒 可能有些感冒徵狀 其實他都會相當擔心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的私家診所都說不夠口罩 有部份開不了診的話 最後他們都可能都需要進入公立醫院的醫治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我想整個醫療系統 現在不是只擔心這個疫症本身的殺需率有多高 而是我們更加要去了解 就是我們究竟在同一個時間裏面 那個醫療系統的承受力有多高 這也是我想真的要計算一下的事情 好了,就在這一刻和大家聊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